大家好 我叫莊門岩 我是《最後禮物》舞台劇的編劇 原本這部電影應該是一月份演的 現在一退後 就因為疫情 退到七月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半年前我都有看過一部Jazz Rehearsal 我們當時已經知道第二天不能開放 但也是上下齊收地覺得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做好今晚的Jazz Rehearsal 一等就等了半年才能上 所以現在的心情很特別 因為等了很久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團隊很準備好 但對於觀眾的反應 好像要等半年才知道 所以這感覺是特別可貴 而且說不出好像有點緊張 好像很久沒有試過有作品見觀眾 但幸好我上星期去看 在排練室的演出 我也跟演員分享了 我原本覺得都是工作的一部份 所以我去看他們 但我猜不到隔了半年後 他們經過反覆的砸磨後 那些演員對於角色的揣摩 又有另一重讓我看到不同的層面 所以作為編劇我就很幸運 因為遇到一些演員 即使疫情即使劇場停止 他們都沒有停止繼續鑽研的角色 我很希望他們的努力 是會讓大家看到 你們會看到這班這麼優秀的團隊 對於我來說 尤其是紫華演繹的角色 因為那個角色 我原本覺得好像都很通 但這次他再做給我覺得 他又深化了一個角色 所以我是很驚訝的 我覺得他這次好像更放一點 和更自在一點 我不知道是這件事 是因為經過時間 他沉澱了 他再去想一個角色的時候 他想這樣做 還是王子華經歷了這幾個月後 他又看開了一些東西 所以他又再放一點 又說沒有那麼多偶包還是甚麼 我不知道 阿橙 阿橙 我們沒有台王子 當然我對他的表現是很滿意 但我覺得 有時演員與演員之間 亦都有一種化學作用 他和紫華 我們雖然他們做兩兄弟 但坦白說 我和導演都不會知道 究竟能否成功 但真是很幸運 因為他們無論在 裏面的角色對碰 又或者離開排練室的溝通 或者交流 大家都是很流暢 而且有一種聲聲相識的感覺 好像大家都在同一個層面 是怎樣鑽研怎樣令張力更加好 角色表現得更加好 他們兩個當然是我覺得演得很好 但我這樣說 就好像是讚自己的兒女似的感覺 所以我深感受隔了半年後 再去看他們的彩排 在半年的時間裏面 他們對自己有很高要求 其實遇上這些演員是很幸運的 因為其實你不用推動他 他自己會看到一些缺點 或者一些問題 他不斷地插進你 他不斷地插進去 你怎樣改善他 我們大家怎樣可以勾他 又或者他對自己的 其實我覺得上個回合 不是應該說上個回合 一月我覺得已經很好 但他們仍然盡善盡美